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欧的化带是四代的标准 俄罗斯多化了一代五代标准 现在我们一般来说的话都说五代吧 它是五代机 这是当前的一个主力战机的最先进的水平 尽管我们发展的与F22的猛情 还有苏武器相比的话 我们是第三个才问世的 但是从装备的服裕装备来说的话 我们走在了苏武器的前面 综合比较来说的话 F22在进入新时期以后 它就被装这个时间是最早的 但是这个F22的综合的能力水平来说的话 与我们的歼尔尼相比的话 在有些方面 比如在航电系统 这些综合作战能力 还有这个机载武器的设计这方面的话 我们还是有领先之处的 那么苏武器的话 从俄罗斯来说的话 它尽管是非 是世界第二个是非的这个五代机 但是从装备上来说的话 它落在了我们的后面 我们第三个 走在它 我们在它后面 但是我们后来居上 快速地赶到前面来了 从综合能力来说的话 我们在很多方面也有自身的特色 当然这个俄罗斯的发展的话 应该说它一方面遇到了技术上的问题 更主要的还是这个 在这个财力支撑上面 它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当年苏联时代的时候 整个航空业的是国家布局 在15个加盟共和国 当然不是每个都有 但是大的一个布局 但是苏联解体 对它的这个布局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苏黄伊设计局费了很大的劲 但是从这个国家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 它遇到很多难题 所以对它的来说 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包括现在 它的伸展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比较慢的 当然这个俄罗斯也是不断地利用一些机会 比如说利用叙利亚 这个在叙利亚战场上检验过苏五七 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 它也投入了苏五七的使用 但是这个数量太少 对这个体系能力提升来说的话 还是感谢的不明显 但是我们歼尔林应该说 在这个提升我们的 整体的这个空中的 作战能力水平上面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实际上大家看了可能看了不多 就是歼尔林的话 在完善我们的空中的防御作战能力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空中对抗 因为在我们周边 越来越多的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五代机 就是包括F22 美国的前沿部署 包括了F35 日本引进F35等等这些 这个可能将来对我们来说 都是需要思考的 怎么来进一步的完善这种空中内抗 实际上这个五代机 这个特征还是比较多的 它有四大特征 这个隐身只是它其中之一的特征 还有超时区的攻击能力 超级机动力 还有一个像超级速巡航那种超级机动力 还有一个就是超级的信息的这种 综合态势感知和这个指挥控制 这些能力的提升 所以这些方面是一个 隐身只是一个从外部特征 或者说从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来 来呈现出来的 所以将来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 歼20的像航电系统 像机载武器 特别是空空导弹的这种水平 这些都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们空空导弹的整体能力 在世界上是走的 包括2021年在珠海航展上 我也注意看了一下 我们也展示了一些 像霹雳15等等这些 还有更新的这些都有效的展现 我们的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中国能力 因为空中作战就是一个飞机式平台 战斗机式是一个平台 那么最后的利润 最后的这个全都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机载的空空导弹 空地导弹 这些机载武器 包括反腐射导弹这些 应该说在这方面呢 我们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所以我们的综合能力呢 也在不断的得到加强 当然下一步的话 我们还会看到就是 换装新型发动机的 我们的再中状的这个歼20 那么很快也可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整体水平 又可以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